-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孕 接著要進行的項目是新海爭霸2了 今天為各位請到的賽評老師是阿法老師 - 聽說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法 - 是的 那我們首先呢 還是要先來回到超級聯賽孕 - 我們來回顧一下新海目前兩組的戰機囉 - 首先看到的是這組有台灣蟲王的這一組 - 又號稱這組還好比較不算是死亡之主 - 算是危險之主好了 -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灣蟲王Sam - 目前是拿到三分的大分喔 - 那接下來看到新人曼巴的部分呢 - 是拿到一勝兩敗 - 而在納豆這邊呢是一勝兩敗 - Daisy的部分是兩戰全勝Fist今天要上場喔 - 目前是一勝三敗 - 接下來齊多這裡呢是一勝兩敗了 -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組 - 這個才是真正的死亡之主 - 我們來看到燕這裡呢拿到了兩勝一敗 - Chep今天即將會上場 - 目前是兩戰全勝 - 在十年的部分呢是一勝兩敗 - 磊磊的部分要多加油啦 - 下一次她上場便當我包了好不好 - 好 目前還沒有開湖加油 - 那Haz的部分是兩勝一敗 - AK的部分也是兩勝一敗 - 馬上來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組對戰組合了 - 這個才是貨真價實道道地地的韓國人啊 - 剛剛我們SF閃電狼的Libra - 那個是偽韓國人齁 - 這個才是真的韓國人 - 是來自於華爾斯巴德的Daisy神族選手 -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位呢 - 這一位非常可愛的Fist - 又號稱華爾斯巴德的太上皇 - 坐勇華爾斯巴德的六功 - 左樓右爆 - 這一位重組選手呢 - 又別稱6K - 歡迎他囉 - 現在壓力應該是來到Fist這邊喔 - 因為目前只拿到一勝300 - 要多加的加油了 - 現在壓力應該是來到Fist這邊喔 - 神族對上蟲族 - 到底要怎麼打呢 - 第一回合使用的地圖是 - 宇宙終祭戰 - 對 這張地圖很有趣啊 - 這張地圖是有四個點位 - 但是呢 - 雙方一定會出生在對點 - 對 - 那根據地圖是哪一個對點呢 - 就會有不同樣的戰術打法 - 不同樣的組合 - 這是一張有趣 - 蠻有趣的一張地圖 - 而且這個地圖呢 - 還有兩個離島 - 離島礦區 - 對沒有錯 -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點位 - 右上角藍色的重組選手 - 這是Spider戰隊的Fist - 對 - 而左下角紅色的神組選手 - 這就是Spider戰隊的Daisy - 是 - 那說到這個導礦 - 剛好我們這個左上右下點位 - 就剛好是可以利用這個導礦 -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 就我們OVSO帶到了 - 在左邊 - 是 - 這邊有個導礦 - 重組右邊也有個導礦 - 看看要不要按個Z或Shift Z - 你可以把鏡頭放大 -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 - 這個導礦跟主礦之間的距離 - 到底有多近了 - 其實真的蠻近的 - 其實真的蠻近的 - 可是早期最容易去導礦 - 開礦的是人主 - 對對對對 - 蓋個基地就飄過去了 - 都限制不了 - 煩都煩得要死 - 只要這個主堡蓋好 - 直接升起來 - 飛過去就行了 - 對 - 而且不只是這樣 - 還可以帶著6隻SUV過去 - 對 - 這個其他總共是做不到的 - 是 - 好在這裡我們看到 - 前期大家呢 - 還是一樣 - 是一個很正常的流程 - 並沒有什麼太奇怪的事情發生 - 對 - 兩邊目前都在攻兵 - 那看看神竹這邊 - 這邊是選擇一個兵營開局 - 然後這樣的話 - 應該跟Fish所預料的差不多 - 因為今天在上廁所的時候 - 跟Fish稍微聊了一下 - 聊了一下 - 他說 - 這個Daisy - 他一定會使用兵營開局 - 然後是兵營壓我 - 真的嗎 - 對對對 - 所以他今天是有想過的 - 是有想過的 - 然後我們看到在Fish這裡呢 - 他也是先放下了這個第二個主堡 - 然後王蟲正在往對方家飛過去 - 這邊剛好看到 - 要出來打醬油的探測機囉 - 在神竹的家裡呢 - 這個第一個瓦斯場是已經建造好了 - 馬上拉三隻工兵進行開挖 - 對 - 擁有一個比較好的主動權 - 那結果是在六分鐘開門的這個timing - 看看神竹要怎麼壓吧 - 好我們看到第一個 - 第一個Daisy所選擇的是狂戰士 - 看他有沒有照出來 - 好有照出來的樣子 - 那這樣的話 - 對 - 這樣的話就稍微慢一點再開框 - 因為有些選手他們會比較偷一點 - 就是我這次狂戰士呢 - 快蓋完的時候趕緊取消 - 取消完之後我的2GD是可以早點放 - 那這樣的話大概可以多個 - 我想一下喔 - 大概多個兩隻工兵三隻工兵左右 - 經濟會好一點 - 是 - 這邊我們看到蟲竹是已經先出了四條狗 - 要來到神之家裡進行一個小騷擾囉 - 過來探查一下 - 四條狗 - 過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 可是家裡的母劍核心就快要出來了 - 應該是賺不到什麼便宜吧 - 對 這還好 - 其實就是你就上去繞一圈啦 - 如果你真的要繞的話 - 因為你上去的話大概就是死個兩條狗 - 可是有這樣的一個心理準備 - 應該 - 所可看的這隻都回不去了 - 這邊死了一隻 - 因為狗的速度還算快啦 - 如果你去繞的話 - 還是有機會可以繞出去的 - 這邊被工兵咬死一個 - 是 - 這邊又被狂戰士打死一隻 - 只剩下幾條啦 - 只剩下一條狗而已喔 - 後面是持續再爆了八條狗 - 準備對二礦進行一點壓制 - 不過看來是沒有辦法成功啦 - 因為我們看到建築學是應該好了 - 但是目前回到FACE的家裡 - 我們看到狗住是提升到一半 - 而且是四個兵營喔 - 基本上 - 看一下FACE有沒有看到四個兵營 - 沒有看到四個兵營 - 不過預期阿 - 因為今天也跟我講過 - 預期對方會四個兵營前壓 - 所以基本上也還好 - 唉唷 - 又爆了十二條狗 - 這麼早爆了這麼多條狗 - 還要打一波阿 - 直接咬穿對手阿 - 我們看到這邊探測機在外面是放了一個野生的水晶 - 但已經被狗狗發現了 - 所以要被拆掉了 - 對 先把水晶咬掉喔 - 這個咬得非常不錯 - 這波阿鎖住應該沒有問題 - 我們看到公平數量目前停在27隻 - 這個非常傷經濟喔 - 狗住是已經好了 -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要怎麼樣應對了 - 那我們的這個探測機呢 - 是趕快又來到重組的三礦這裡呢 - 偷放了水晶 - 是 但是又被找到了 - 又被找到了 - 其實剛剛壓制住第一根水晶之後 - 選擇直接開礦 - 直接開礦 - 喔 第二根水又被咬掉了 - 哇 這樣子完全是沒有任何的 - 潛壓的一個能力了 - 我們現在的神圖選手 - 而且我們看到狂戰士 - 剛好是卡在這個金礦的縫隙 - 在死前呢 - 還是非常勇善戰的殺了很多條的狗 - 對 現在這麼多條狗喔 - 我們可以看到 - 他現在只要把前面這個弓兵給抓掉 - 基本上已經是屬於高等無誘的狀態了 - 後面又出了 - 已經開始在刷弓兵了 - 因為自己知道前面已經壓制住 - 對手 - 已經不太會再給他壓力了 - 我這邊看到探測機再接再厲喔 - 在更遠一點點的地方 - 又再一次放下了水晶 - 這邊傳了兩隻狂戰士 - 這邊直接咬掉 - 唉唷 不錯喔 - 這樣的話 - 神圖選手這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潛壓能力啦 - 對 - 我看後面好像是要直接轉型成一個三不朽嗎 - 我們看到這個VR機械製造廠是已經快要完工了 - 而在重新的家裡蟑螂繁殘廠不但是蓋好了 - 已經開始生產蟑螂囉 - 這邊又爆了蠻多的狗耶 - 是 它應該是要直接再進行一波壓制喔 - 因為這種通常對手如果前壓然後失敗 - 這種是兵營開局然後又前壓又失敗的情況之下 - 神圖選手這邊想要打一波可能性很大 - 唉唷 果然啊 - 這邊是直接加速我們的不朽 - 要直接再打一個不朽一波 - 後面又補了三個兵營 - 後面又補了三個兵營 - 是 - 第二個就是它看到不斷的有水晶要一直放下來 -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 這代表神圖其實是很有侵略性的 - 是 - 它不斷的想要進行一個 - 不管是騷擾還是前壓 - 它總是有一個進攻的慾望跟意圖 - 對 - 所以FIST這邊是直接爆了大量的 - 已經開始直接爆這個蟑螂出來了 - 而且哎呀 聰明啊 直接生脈地 - 是的 這邊我們看到FIST投資了一些瓦斯 - 來提升蟑螂的一攻 - 還有蟑螂的這個脈地 - 其實脈地是全體都可以用 - 另外蟑螂的提速也是在升級當中了 - 那回過頭來我們看到Daisy的家裡 - 因為野練場完成了馬上來升級陸地部隊的一攻 - 家裡也轉出了傳出門禁 - 是想要來進行一個空投嗎 - 應該是要來個空投然後順便打一個雙線做騷擾 - 但是FIST這邊由於 - 哎呀 現在監察王蟲進來是對的 - 但是我覺得有點太慢了 - 因為剛剛FIST有沒有 - 它其實是不太確定對手到底有沒有 - 有一個前壓的意思 - 因為它沒有把王蟲飛進去 - 所以呢它之前又補了大概10隻公兵左右 - 現在導致它的兵力有點不足 -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57隻公兵 - 26條狗7隻蟑螂 - 擋這一波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 剛剛OV很可愛還有幫我們帶到說 - 有一隻王蟲偷偷跑到神族後面的島礦上面去隨地便利了 - 對這個怕對手在那邊 - 拋開礦 - 利用傳出人機 - 偷偷的把這個探車機載到那邊了 - 不過現在有沒有看到已經正面進攻了 - 漂亮漂亮 - 這個時候買地獄就顯示出它的珍貴的價值啊 - 拖住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 這個立場完全沒有任何用途 - 是的沒有說 - 我們也沒有帶你的小眼睛 - 這邊有點小吃虧了 - 對 - 這邊是開始打了嗎 - 小眼睛來了 - 來了來了 - 哇 - 但是這波反而被打得虧不成軍 - 重新有這邊 - 還有好幾條蟑螂在爆 - 目前有18隻在場上 - 有9隻在軟的裡面 - 但是被隔得太慘了 - 我們這哨兵的數量還蠻多的 - 對 而且這個地形啊 - 非常非常的狹窄 - 對上來來說並不是很有力啊 - 老頭弓兵出來擋了 - 好 立場再隔再隔 - 然後再加上這個緩球 - 慢慢就變成沒有什麼攻擊能力了 - 是 這波擋得住嗎 - 顧熊還有蠻多 - 還有兩隻呢 - 立場倒是放得差不多了喔 - 好 我們看到後面有繼續的人 - 在船追列到前線 - 但是至少呢 - 我們看到的繩子 - 是把不求保留得不錯 - 對 主要是兩個不求活了下來啊 - 好 現在我們看到Daisy的人口 - 跟Face是差不多的 - 對 對 - 這邊放了一個立場的 - 阻擋Face主擴的蟑螂下來喔 - 對 對 對 - 非常重要的很難做包獎 - 而且我們看到Face的二礦主擴 - 已經紅鞋 - 剩下的鞋量已經不多了 - 對 這邊要趕緊再做包夾了 - 這時候已經沒有立場 - 好像只剩一把 - 好像只剩一把嗎 - 還是這麼... - 但沒關係 - 我們看到這邊蟑螂的數量也不多了 - 對 現傳 - 現傳 現傳 - 再傳兩隻哨兵 - 這樣還有三把立場 - 好 最後要一波來包夾嗎 - 欸 蟑螂呢 - 蟑螂是蟑螂在樓上 - 打住了 - 哎呦 - 只剩這麼少一點蟑螂 - 太可惜了 - 而且剛剛Daisy還蠻緊急的 - 趕快把一隻布九載上來 - 但還好我記得寫除了 - 馬上下來繼續開攻 - 對 上來就慘了 - 上來這個主框就掉了 - 主框就掉了 - 這樣的話非常可惜 - 最後還是守不住啊 - 恭喜Daisy這邊是1比0 - 領先對手 - Fist - 是的 恭喜了 - 雖然說在賽前喔 - Fist 是已經有預料到 - Daisy的一個戰術走向 - 很可惜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 第一場做韓P的晉級 - 對 - 因為我覺得在 - 應該是他沒有 - 他沒有即時做好 - Daisy下一步的一個動作 - 我們可以看到他前面小狗 - 小狗在前面繞有沒有 - 他壓制住Daisy第一波進攻之後 - 小狗一直在 - 二框門口前面繞 - 確定一下對手的一個 - 有沒有再打第二波的一個意圖 - 或是直接從家裡面推出去 - 所以他壓制住之後 - 他後面就直接補攻兵 - 但是他卻沒有把一隻王蟲 - 往裡面飛 - 非常可惜喔 - 如果他早一點把那隻王蟲 - 往裡面飛的話 - 他的 - 因為他後面又 - 因為這個偵察 - 他後來再補了 - 大概十幾隻攻兵 - 這十幾隻攻兵 - 如果變成十幾隻蟑螂的話 - 那第一波押出來 - 不久押出來 - 基本上是可以守住的 - 所以很可惜阿 - 他這個第一波偵察的時間是 - 稍微慢了一點點 - 稍微慢了一點點 - 好的 - 馬上來看一下下一張地圖 - 這邊FIST已經做出了選擇 - 他選擇的是勢中研究戰 - 對 - 馬上就要在第二回合開打囉 - 是 勢中研究戰是一個 - 比較適合 - 蟒蟑螂的一張地圖 - 因為他的二礦處有一個石頭 - 你可以從側面去到 - 如果你蟑螂控制好的話 - 你把蟑螂拆成兩邊 - 然後能正面頂一下 - 背面頂一下 - 可以去有效牽扯 - 這個神豬的部隊 - 就看看這場 - 這個FIST要怎麼樣來發揮了 - 好 兩邊選手都已經準備好了 - 馬上就要展開這個第二回合 - 來看一下FIST能不能守住賽幕 - 這個真的要加油 - 這邊似乎還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 請大家耐心的等候囉 - 那我們下一組是CHECK - 打十年蟲竹的內戰了 - 在這邊首先要恭喜CHECK - 在 WCSAM區的比賽 - 就是昨天早上打的對不對 - 昨天早上六點打的 - 最後CHECK這邊是小組第二 - 成功進階了 - 對 它跟太假同一組 - 但是很可惜 - 它沒有跟太假交手到 - 它一開始是2比1輸給一位 - 美國的人類選手叫Neeb - 然後後來呢 - 它這個輸掉以後 - 在敗者組遇到中國選手 - 中國大陸選手TOP - 一波狂魔TOP - 然後以2比0擊敗了TOP之後呢 - 最後在最後一場比賽 - 是2比0逆轉 - 就是應該說復仇 - 成功復仇成功 - 這個打敗了Neeb - 最後是以第二名的 - 小組第二名的成績 - 晉級我們AM區的16強 -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 試中研究戰 - 首先在畫面上面是一個藍色 - 藍色的蟲族 - 藍色的蟲族選手 - 這是Spider戰隊的Fist - 6K - 泰上皇選手 - 左上角 - 紅色的神族選手 - 這是Spider戰隊的Daisy - 那Daisy我也去特別去調了一下 - 她的成績 - 是 - 她目前 - 她的ELO - 在一個叫做 - 的一個網站 - 這是一個專門做統計的一個網站 - 目前是1426分 - 而Fist的成績比較差一點 - 是只有103分而已 - 對 - 那在成績上面呢 -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 Daisy其實打 - 重築她的其實勝率還是蠻高的 - 有59.25% - 那這個是統計在於 - 這個是統計什麼 - 是統計她所有交戰過的一個比賽的一個對手的成績啊 - 對 - 所以有時候 - 你們會看 - 為什麼第一名排名層前面的打重築選手的勝率也是可能59% - 可能是因為她的對手也是比較強一點 - 好的 - 在這裡我們看到重築又是一個裸霜的開局 - 而在神族的這裡呢 - 放下BG之後 - 再放下了瓦斯場 - 完整場是已經完成囉 - 也成功開啟開蛙了 - 對 - 又是一個兵營開蛙 - 難道她要再打一場 - 士兵營的前壓嗎 - 嗯 - 這個要考慮一下囉 - 因為 - 前一場的費者是非常有效的 - 把她的士兵營給破解掉了 - 但雖然她第二波是沒有擋住啊 - 但是 - 第一波士兵營被壓制掉以後啊 - 呃 - Daisy就要思考說 - 欸我是不是應該要換個戰術 - 我要不要再 - 呃 - 轉換一下 - 要不然如果再被破解掉的話 - 如果她繼續教訓這場偵查得早的話 - 喔那說不定 - 這場就有可能會輸掉了 - 所以要看一下我們 - Daisy要怎麼樣做選擇的 - 好的 - 一樣是第一隻出了狂戰 - 而且沒有取消狂戰 - 往外走了 - 好馬上就要開2框 - 我來看一眼 - 基本上現在還看不太出來 - 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啊 - 其實這邊還是一個 - 比較正常的一個開局方式 - 輸狗開 - 看到跟上一場的一開始的流程 - 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 對 - 從租裸霜 - 放狗池 - 狗池好了之後 - 出媽媽出4條狗 - 然後也是開始提升狗速 - 那狗狗就往對方家跑 - 而在Daisy這裡呢 - 先兵銀 - 然後放下一個瓦斯場 - 然後接下來出一個狂戰士之後 - 又出去放下了第二個主堡 - 然後再來補第二個瓦斯場 - 感覺真的是上一場的犯法 - 最主要還是要看看我們的神速選手 - 他在科技轉型的時候要怎麼轉 - 就是他接下來要怎麼樣去做 - 他有可能是 - 他這感覺 - 我感覺這樣他可能有點要換戰術的感覺 - 果然啊 - 今天是放下了心機之門 -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要換戰術 - 因為他的加速並沒有是用在他的機械控制核心上面 - 你打散的那種士兵銀壓制的話 - 你一開始只有三把加速會放在心口上面加速攻兵 - 之後所有的加速會全部丟在我們的這個機械控制核心上面 -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剛剛把這個 - 就是他的加速並不是全部放在我們的機械控制核心上的話 - 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來 - 他其實並不是要打一個之前的一個打法 - 所以果然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轉出了飛機場了 - 好 這邊我們看到Fizz的狗術即將就要升級完成 - 但是在我們神族神族的家裡這裡呢 - 二礦門狗術已經蓋起了萬里長城 - 而飛進來這個王蟲就差那麼一點點啊 - 沒有看到關鍵建築物 - 可惜了 他會不會折返呢 - 你回去再看一眼好嗎 - 我好走一點好嗎 - 來不及了 哨兵出來了 - 來趕人送客啦 - 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第一隻鳳凰出來 - 有可能要直接先去打王蟲 - 有可能喔 - 對… - 好 我們看到鳳凰是已經出來了 - 這下王蟲一切都懂了 - 但是也交出了寶貴的性命 - 這時候Fizz的家裡 - 是不是應該要做些防空措施了呢 - 對 應該最好現在這時候趕緊把那個 - 把那個防空塔放下來 - 然後把礦給開了 - 然後再來就是要看他要準備要抱一波狗呢 - 還是呢 先把攻擊給補起來 - 因為抱一波狗的話 - 因為神族如果先出鳳凰的話 - 開三礦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啊 - 所以呢 如果他出鳳凰的話 - 你可以先抱一波狗 - 然後壓制住隊友三開 - 把隊友的營運節都打亂 -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我先把我的工兵給補了 - 因為對方的壓制能力呢 - 也相對來說會小一些 - 喔 這邊已經兩隻鳳凰 - 兩隻鳳凰在追殺王蟲 - 喔 我可以進入包子華年蟲的射程範圍了 - 但是還是被打掉有點可惜啊 - 這邊稍微損失了一些王蟲 - 不過基本上神族都已經是這樣開了 - 基本上會損失這麼一切是在合理的一個氣氛範圍內 - 不過在家裡我們看到Daisy是放下了冶煉場 - 所以接下來應該還是以陸地部隊為主嗎 - 喔 對對對 通常你看到冶煉場基本上就是選擇要打一個營運型的戰術 - 除非他是很早很早要放啊 - 就是說如果對方走了科技之後又放了冶煉場 - 通常啊 通常是要走一個營運型的打法 - 我們看到技術造場也放了 - 就是說鳳凰一飛 飛了 - 然後呢 偵察住你的一個...你的一個部隊走向你的科技走向 - 之後呢他就開始轉地面了 - 這個是一個很...應該怎麼樣 - 很主流的一個PVD的一個打法目前來說 - 他待會會轉距像 - 然後看他要是直接散開還是轉距像散開 - 一般來說啊 現在已經不太轉距像散開了 - 就是直接先散開 - 散開之後呢 我在後面再轉距像 - 這個是一個比較... - 比較流行的一個打法 - 因為現在雙噴的威力比較強一點 - 你沒有散況的話很難跟對手正面做比拼 - 喔 這邊我們看到即使是有包子爬行蟲 - 那個鳳王仗子他們人數眾多 - 還是不斷在旁邊呢 - 偷偷偷偷偷偷些蟲 - 已經擊殺了7隻的蟲了 -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 我們可以看到工賓社的人口數量 - 是51比42 - 然後呢是FIST落後啊 - 不是領先啦 - 他的礦數比較多耶 - 我們看到現在Daisy才開了自己的三礦 - 對...這個是比較可惜喔 - 我不知道是哪邊出了一點問題喔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的經濟其實並不好 然後現在這個時候往三礦壓制的話也已經有點晚了 已經有點晚了 這裡呢我們看到其實Fist這裡是先出了一些刺蛇 可是這個刺蛇的數量並沒有比鳳王多多少啊 對這個也被抬啊這個有點麻煩 看是不是Fist要打一個蟑螂跟刺蛇打一個三礦開起來的一個timing 可是數量真的不太夠他這樣打啊 我們看到目前只有16條狗五台刺蛇 這個壓高三礦處根本就等於是一個自殺的行為 他現在也只好先補弓兵啦 先補弓兵然後把四礦給開起來 這也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是要小心囉 因為現在神族的經濟是非常非常好的 三礦一開起來他馬上可以把三礦開始營運起來 營運起來之後他的部隊量一補 然後我們看到科技也快要成型了 巨像塔現在只剩下這個不知道幾秒鐘馬上就要好了 然後待會巨像一出來上台巨像一頂有沒有 那個威力會非常非常的恐怖啊 我現在很怕Fist到時候就是直接會被這一波給撕死 好在這裡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看到在Fist的家裡喔 因為他進化是蓋得比較晚 現在我們看到自殺跟蟑螂的一攻才升級到一半 那另外呢在神族的家裡呢 我記得他一公式應該升好了 現在升到一半的是一房 對一公式已經好了 現在再升的是一房 所以就像老師剛剛講的這個經濟上 Daisy已經領先了 現在工房上Daisy又再一次的領先 對而且最麻煩的是巨像第一隻出來 馬上第二隻就要開始營 三巨像那個攤明壓過來會非常非常的凶狠 而且Fist現在還稍微卡了一下人口嗎 而且這個三巨像成型的時候 剛好他的遠程熱能割裂槍 他的射程也都升級好了 通常是這樣 通常是 通常是 遠程熱能割裂槍他升級的時間 剛好可以出兩台巨像 那我們通常會等一下等三台 因為兩台巨像火力還不是特別的夠 而且你要經濟起來 你剛好就是把第三隻巨像出來的時候呢 你就差不多就三況飽和 然後呢差不多兵力都補好 直接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是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鳳凰真是太可惡了 對 直接把對手的工兵全部都殺光光了 這個很煩啊 你看目前已經殺了十二隻工兵了 這有點多 不過也還算可以接受 只是很可惜就是 Fist在運營上還是出了一些 一些問題就導致他前面並沒有領先的很多 我們看到三個兵營在補啦 甚至這一邊 四個兵營 哎呀 這個 真的是要直接打川絕巷 我們看到雖然說剛剛這個 一攻升好了緊接著要升級蟲族雙噴部隊的二攻 那也放下了感染蟲 然後再升級感染蟲的初始能量 但總感覺這個Fist的營運已經慢慢入後了 Daisy 這時候出感染蟲我覺得有點危險喔 因為這時候你兵量還不... 哎呀 哇 Daisy還要在開礦啊 這有點凶狠啦 這個等於是給隊友的機會啊 他這波不頂嗎 你看喔 他我覺得有可能是假的 因為他兵營都已經補起來了 他兵營都已經補起來了 所以這個主寶是放給他看嗎 有可能 因為其實啊 這個主寶放不... 不關乎他有沒有能力潛壓 他其實這一波就已經有能力潛壓了 好的 Daisy是... 我們兩邊是插身而過了 我們看到Daisy的大軍 就是已經來到Fist的二框後門 另外Fist的雙噴部隊也是走到Daisy的二框後門 現在兩邊都在拆石頭 對 接下來就比的是家裡的防守了 我們看到Fist這邊是插了六根七根八根 八根的地刺 對 看有沒有機會先把那個關鍵的刻意劍組全部點掉 層數是有回程的 地刺全沒了 他應該...不知道... 對...他... 哎呀...這邊... 好...直接回就... 一個recall 我們看到Daisy的主力部隊 瞬間回到了自己的家裡 也解除了家裡的危機喔 這個二框主寶快爆了 對...看要不要把VR也順便點掉啊 VR跟兵營還是算了 因為對手部隊量有點多 看他有沒有把具象科技... 具象建築物不知道有沒有打掉 如果有打掉的話 那還可以...哎呀... 沒有打掉 哇...這個有點可惜 反而是自己家裡 我們看到Fist剛剛的蟑螂環境場 是被砍到紅血爆了 對...我覺得很可惜啊 這一波啊... 神主總共只損失的一個東西叫做經濟而已啊 弓兵數量應該也沒有死多少 弓兵是死了七隻 神主這一波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損失喔 其實是並沒有太大損失的 他的科技全部都還在 他這時候還可以... 要慘具象還可以慘具象 他頂多就只是把工兵往事況拉 基本上他就沒有問題了 這邊... 剛剛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分兵分的 不應該說這個立場格的非常的好啊 對...剛剛具象隊員有點落後 但是立場格太好了 具象沒有被點掉 好... 幾經交戰 我們看到現在雖然說FIX的總人口數還是有領先Daisy喔 不過應該來講這個優勢 還是應該在Daisy這邊多一點 要看看...要看這波頂得怎麼樣 要看這波頂得怎麼樣 這一波頂下來 因為Daisy現在比較麻煩 就是說FIX是已經三本已經在提了 感染蟲科技也要出來了 這個時候如果被定住的話 然後一個神包夾 哦...立場放得很好 我們看到這本來是一個三面夾攻 但是有一面呢已經被立場解決掉了 但是... 哦...這套上一起耶 這個很凶狠啊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Daisy是趕忙上前幫忙打 可是還是有一點太晚了 對...有一個KING可惜啊 剛剛感染蟲沒有定到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感染蟲說我的手被改短之後 我常常就無力回天 對...哎呦... 數量真的不太夠啦 這波可能就真的要頂死啦 好...就算不頂死對吧 就算不頂死這時候 神竹只要回頭 把你的三框四框全部太框框 你就沒得打了 而且剛剛有這個眼尖的網友還發現說 好像FIX的家裡其實算了兩次感染蟲 哦...真的嗎 有點緊張是吧 對...可能是很緊張 手滑了 最後再次是由Daisy這裡取得順利儀2比1 2比0 對...2比0 對...2比0 贏得了今天的比賽 在這裡我們請教一下阿法老師 你覺得這個第二回合的關鍵點是在哪裡呢 讓我想想看啦 我覺得主要還是前期他的營運稍微出了一些問題 我跟你講到一直到中後期他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來講 工兵數量其實一直都沒有領先 這對從事來說 鳳凰太會舉了啦 很可惡 其實鳳凰舉個七隻 有時候其實還算可以接受啦 哦... 還算可以接受 因為鳳凰通常 再怎麼樣他都可以殺到一些東西 因為他飛過來然後抬個兩三隻 然後就飛走 回個能量然後再飛過來 再抬個兩三隻再飛走 對啊... 啊你媽媽跟... 跟那個包主塔其實是沒有足夠火力 能夠在對手殺掉你的工兵之前呢 把他殺掉 是... 對...所以多少都是會殺到一些 對...我是想說是不是這邊鳳凰呢 也是剛剛講的說殺了七隻工兵 但是FIST他這個補工兵的數量不夠快 對...所以導致說這個補充工兵的數量不足 也延緩了後期經濟的這個成長 對...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很關鍵 因為我們礦別人家多工兵數量 別人家少少的十隻左右耶 對...應該是...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三礦開的比較慢一點 嗯... 他三礦其實很晚很晚才開喔 我們可以看到 他一直等到確定對手是一個鳳凰線之後 他才把三礦給開起來 對... 這個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會導致他的工兵以及... 這個...經濟上啊 就是落後了非常非常多 好的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FIST 女朋友的表現了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請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馬上進行的是今天星海的第二個對戰組合了 目前在畫面上看到這一位帥氣 冰挺的... 麥律賓蟲王 不是... 讓我們歡迎這位台灣夜問 來自於遊戲閃電狼的十年選手 歡迎你 接下來呢這一位就是道道地地 貨真詐實的韓國人了 這一位來自於華裔Spider 身為FIST女朋友的Check 歡迎 Check呢在昨天 昨天早上的6點的時候 參加這個WCS AM區的比賽 是精英聯賽的比賽 在32強當中呢 幸運的脫穎而出 進到前16強了 希望他接下來的比賽 都可以一路順利了 那在6月5號的早上6點呢 台灣蟲王SAN也會參加 我們WCS AM區的精英聯賽 那喜歡SAN的朋友呢 氣得早上要早起齁 6月5號早上6點 起床來幫他加油囉 好 現在來到了第一張地圖 是市中研究戰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藍色藍色蟲族 藍色蟲族是Spider戰隊的Check 那紅色蟲族呢就是 由於閃電狼戰隊的Slam 說到WCS Sam那一組啊 他的對手呢 有幾位選手 大家可能也是蠻熟知的 有一位是SAPI 那時候有來我們台灣呢 來參加我們TSL的一位 美國重組選手SAPI 另外一位是西瓜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選手 也是很強的一位選手 他最強的時期好像是在2011 已經蠻久遠了 2011還是2012啊 他那時候一出來 哇這個是誰都打不死啊 他就一直出蟑螂 然後把隊友給忙死了 那個時候西瓜的這個暴力風格 那時候是風靡了 整個中國大陸 那另外一位選手呢 則是一位前Slayers戰隊的 一位神助選手 叫做Arthur 他的實力呢也相當不錯 不容小覷 雖然他在韓國 並不算是一位有名的選手 大概是二線選手了喔 但是他的實力呢 也是還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Slayers戰隊的這個H組裡面 是三重一神 對沒有錯 然後剛剛我們提到Supy有沒有 就讓我想到 我們之前跟Supy一起來的 那位叫做True 也是韓國蟲組有沒有 他剛剛才打完了WCS 不是WCS 這樣講也對啦 WCS韓國區也就是GSL 這個是CodeS的比賽 16強的比賽 那剛剛呢他是非常驚險的 以2比1晉級的8強 恭喜他 果然旅台就是神對吧 沒錯 只要來台灣之後 稍微過個水 這個就 猛的跟什麼一樣 可惜他的老公Fist 剛剛並沒有獲勝 對 非常可惜 如果Fist是外國人 來台灣過個水 下一次的WCS冠軍就是他了 那老師怎麼看納豆呢 納豆對不對 喔呦 說得好 搞不好納豆以後 真的是會突飛猛進有沒有 什麼馬路啦 Innovation 全部都被他壓著打 都不算數 對 被他壓著打 下一個MVP就是他 沒錯 什麼什麼世界GSL冠軍MVP 不不不 這個下一次什麼 世界GSLMVP啊 這個冠軍啊 就是我們的納豆啦 華爾斯PY的人 納豆選手 業餘時期 是one star 從eGameron脫穎而出 那在雷雷的引箭之下呢 也在雷雷升降賽庇佑之下 最後 因為DS放棄了他的這個 備取資格 也順利來到了 第四季的超級聯賽 不過廢話不多說 我們這邊看到 率先是完全夠持著紅色 紅色的是十年選手 對 十年選擇一個 五瓦斯的打法 五瓦斯的打法 而我們Chuck這邊則是選擇一個 正常的一個打法 就是我們先放樹狗 然後他留了一隻公兵挖瓦斯 稍微挖一點 保險一點 不過他可能看到對手 是一個五瓦斯開局之後 可能就會想說 是不是還要去挖了 果然停了 果然停了 因為對手竟然是一個五瓦斯開局 自己也沒有必要說 這麼早去挖瓦斯 乾脆就把那個公兵拿去採礦好了 對 欸 突然想到講到這個 SUN的4BG潛壓 那一天有一位跟他對打的 非常厲害的寵組選手 他是神感應 裸三之後出了非常多的媽媽 就在這個4BG潛壓的時候 完美的手下來 對對對 提供大家一個解法啦 對對對 這招那時候True也有用這招來 試著解這個4BG潛壓 就前上個禮拜的比賽 一時之間想不到跟Sun對打的那個 有名蟲族是誰 那時候 那時候True有來台灣打的時候有沒有 他也有用過這招來防4BG 這個也是4BG潛壓的一種擋法 就是說裸三 裸三基本上有兩種擋法 擋這個4BG潛壓 一種是直接抱狗 直接抱狗的好處就是 因為你的三況早 你要軟多 軟多的話狗就多 狗就多的話就有機會直接把它壓死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 我們像剛剛麗珍講的 還有像我之前在 之前看True打散的時候 也有同一個打法 就是抱大量的媽媽 那時候大概會有6隻左右 然後就會放一些地刺 然後利用媽媽跟地刺來做防守 也是一個做法 但是非常吃操作 非常非常吃操作 因為媽媽的優勢在於他距離遠 所以呢 但是如果你 跟狂戰士一對一這樣硬打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優勢的 是沒有優勢的 你一定要不斷的去甩阿 甩那個媽媽一直甩 一直操控一直操控 哇 那個非常非常非常吃操作 非常吃操作 好的 這邊我們看到 雖然是Check提早把狗叔給提好了 可是這邊呢 牠來到十年這裡不得其門而入喔 因為媽媽加上兩個進化室 再加上我們蟑螂番茄場這邊 是已經在二礦門口連成一條線了 那後面還有一個地刺喔 那回過頭來看一下 Check這裡其實牠狗狗 稍微去前面前壓的同時 家裡這個三礦也是放下去了 那我們看到十年的這個王蟲 記憶性也蠻好 其實剛放的時候 王蟲就有看在眼裡 對對對 而且十年這邊打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打法 看似 無瓦斯開局 無瓦斯潛壓 實際上 在提近戰一攻 提近戰一攻 提近戰一攻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正常的 我們想說無瓦斯出蟑螂的打法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還提近戰一攻 情況之下 牠會不會要爆狗先壓一下 這是有可能的 這是有可能的 果然啊 十四條狗在爆啊 十四條狗在爆 十四條狗在爆 雖然說是在爆狗 後面提升的攻防是蟑螂的一攻喔 對 Check這邊是在提蟑螂的一攻 對對對 十年在提近戰 對對對 後面還在繼續爆狗 而且又把這個 4基地給補下來 這個真的是 這個假 這個無瓦斯開局 真爆狗直接頂你了 Check會不會被騙到啊 因為這個是 這個狗 一攻還沒好啊 有點可惜 如果有一攻一防的話 這個狗威力無窮啊 好 這個還需要一些時間 我們看到 十年狗狗的這個一攻一防 還需要 大概可能十秒一定要喔 對 但是這樣子一拖 我們蟑螂就要出來了 11隻蟑螂在出 好 等到蟑螂出來的時候 這個十年的狗狗 可能就要拜信而歸啦 嗯 就很難打了 因為蟑螂可以頂一個 頂一個路口跟你打 那你狗沒有辦法去包夾 斬不開的情況之下 就沒有太多的優勢了 好 到現在我們十年的這個 一攻一防 小狗的一攻一防 還是沒有好 但是Check這裡 我們看到蟑螂是已經出來了 對 現在Check也是認為自己守住啦 蟑螂出來守住了 他後面在補弓兵 但是呢 Slam是持續在爆狗的喔 我們看到這邊是持續在爆狗 一直在爆狗 所以這三礦是夾開礦 真爆兵 對 對 它這個有點像是專門噴蟲卵用的 它有幾隻弓兵在採 但是 提供蟲卵而已 對 狗來囉 狗來囉 唉呦 這個咬的有點傷啊 已經咬死一隻媽媽了 但是後面 哇 我們看到Check也是回敬了十年 對 沒有關係因為家裡面是持續爆狗 所以家裡面一定會有兵來做防守 哇 這些狗是來截後援的 對 Check是 Check這邊是完全打不贏啊 打不贏啊 這波搞不好真的可以忙死啊 唉呦 這波真的要 真的要忙死了 這個狗全部都爆過來了 好 我們看到後面雖然說 有其他的蟑螂也在趕攻當中 但是 這三礦應該是守不住了 對 這個可能要直接打死了 被穿進去了 這可能要打死了 這狗太多了 唉呦 唉呦喂呀 唉呦 死得太慘了 好我們看到在這邊 十年的狗呢 真的是 取得了奇效喔 這邊不但是進入這個二礦 三礦這邊也沒有人來做抵擋 所以這個Check三礦註定是要掉了 接下來看到十年的狗 又湧進了Check的主礦 對 這個擊殺工兵這盤已經殺了35隻啦 雖然Slam因為持續爆狗只有37隻工兵 但對手也只剩下26了 好在這裡我們看到Check人口直直落 已經落後十年有30左右 對這個直接咬死了 唉呦 Check心裡已經想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滿腹 這持續爆狗 這時候把我給爆死了 哇你看這個茫茫多的狗啊 這個感覺狗比蟑螂還像蟑螂 真的 好這邊我們看到這個十年 十年的大軍還是不斷的繼續數量往上攀升 雖然說好不容易Check手座剛剛的這一波進攻 但是這邊有辦法恢復元氣嗎 這太難了 很難喔 蟲打蟲只要經濟上一旦出現了一個缺口 對手只要腦袋不要抽筋的吧 這個持續滿蟑螂跟你做硬交換 基本上就不會輸了 這邊是直接留下少量的狗跟蟑螂正面交鋒 其他的狗就繽紛兩路來到主礦二礦這邊 分別進行攻擊這個二礦主堡要掉了 哇這下的Check只剩下一個主堡 怎麼辦沒辦法打了 連這個狗池都保不住了 對這個機動性還用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看到蟑螂其實有蠻多缺點 蟑螂其實是很萬用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點 像是移動速度慢啦 DPS不夠啦等等之類的 如果你能夠善用蟑螂的缺點的話 其實是可以打到很好很好的效果 我們看到十年後面還轉出了蟑螂 雖然說它這個蟑螂移動速度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夠完成 但是其實Check這裡是否已經會不成軍了 對它只剩最後一波往前停的機會了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 還有24隻蟑螂往前頂 看有沒有機會把對手給頂死啊 蟑螂雖然還是蠻多的 但是實在也有蟑螂 我可是十年加你蟑螂也不少耶 對也有一些蟑螂 而且它剛剛有下第一次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而且它可以持續出 出兵跟隊友做交換 對 你第一波打贏了我還有機會破第三波呢 完全不判 好啦這個 稍微換一換對吧 換一換就要結束了 最後 最後一集 Check的晉級 對 這真的打得太好了喔 這真的打得太好 這個爆狗完全是爆得出其不易啊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第一回合 是由十年隊領順利的取得勝利了 四葉教練也是 哎呀 爆得實在太好了 對 哥教練的錦囊不錯用吧 十年這邊也是說 唉 果然是太好用不愧是我們的四葉大師啊 這邊有紅牛加持 這個喝紅牛飲料 就讓人想到之前的旅台選手SASSE 對對對 他真的很喜歡 他還很喜歡吃香蕉 香蕉神族SASSE 沒錯喔 然後他也很喜歡吃那個芭樂 不過他聽說他吃芭樂的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芭樂很難吃 那難吃為什麼要吃呢 因為他說 既然這東西那麼難吃 那代表他一定很營養 喔 難吃的東西 就代表很養生很營養嗎 其實這是個錯誤觀念 現在養生的東西也很好吃啊 對吧 不一定耶 我個人吃保留意見 因為我媽媽的養生食品都有一些可怕 了解 那你可以帶你媽媽去一些比較 像有一個叫食養三房在新店的 食養三房 也是一家非常好 而且很好吃的一個養生餐館 你可以帶你媽媽去吃吃看 好有機會的話再帶他去囉 接下來我們看到 Check所做出的地圖選擇是殖民站 是殖民站 是一個兩人點位的地圖 對 而且有一張黃金礦 那看看有沒有要去開黃金礦 好我們進到地圖了 我們看左上角藍色的 藍色的重組選手 Spider戰隊的Check Check選手 右上角啊 紅色的 是友誼閃電郎的Slam 十年選手 十年現在已經先獲得一勝了 對 有沒有辦法持續的贏下去呢 對 就看看我們這場啊 看看十年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戰略 四葉有沒有叫他什麼奇怪的打法 還是啾啾有什麼叫他 是 啾啾鬼點子最多了 打開一個錦囊 上面寫著一個 9 喔 9滴嗎 對感覺就是 9 9 真的 果然不愧是啾啾啊 9種 計10滴之後 再次推出新改良戰術9滴 對 更進化更上層威力更猛 是這個Check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會不會放二框啊 放二框就麻煩大啦 我覺得 不會我覺得Check其實 個性算比較保瘦的 應該會穩穩來吧 有可能 有可能 而且他剛剛前一場已經被 已經被陰過了 已經被陰過了 這個心裡應該會有點虛 還是蚊子來的比較好 對吧 緊張了已經15 15了 是不是啊 Check 200了 你別想不開啊 你別想不開 你別想不開 你別想不開啊 哎呀 好吧你就放吧 哎呀哎呀哎呀 你就放吧 這下慘了 放吧放吧 這下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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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看 還是要看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Slam是沒有放瓦斯的 所以基本上他有機會 他有機會打死對手 但是也有機會回頭轉營運 要看他怎麼樣來打 我們來看喔 又出四條狗 看來是要直接爆死對手 這時候王蟲看到這麼多狗 自己心裡也是明了了 也是明了了 不過沒有留蟲卵怎麼回事啊 怎麼不留蟲卵啊 他覺得他守得住嗎 這麼有自信啊 對對對你看喔 三條狗沒有 三條狗上去 三條狗下面咬基地 這是最先進的一個9滴打法 對你看這個農民 這位工兵一拖啊 這個經濟是有大量損傷的 對 好回頭過來再搖 哎呀我們看到這個二礦 可能是守不住了 喔呦 拉了所有的工兵 都拉了下來了 虧打了虧打了 對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 有點這個叫什麼 Desperate 真的已經是來到 一個絕望的境地了 才會拉了這麼多的工兵出來喔 不過小狗是出來了 看起來好像勉強能夠守住喔 起碼這個二礦沒有掉啦 是從這個絕望的深淵 稍微往這個岸上爬了一點 是被殺了十字工兵 這個工作單位只剩下一點點 這個 雖然有二礦啦 雖然有二礦 而且十年現在還沒有放二礦 但是工兵算真的是太稀少了喔 十年現在是已經在提升狗速了 如果說狗速完成的話 這個可能真的是死亡一波啦 對 這個 因為經濟也差太多 現在經濟工兵數量是 是差一倍啊 差一倍以上 來看一下 到底在Check這邊會怎麼應對呢 首先要趕快把這個經濟衝起來 真的有點窮困 還好啊 還好它的二礦沒有掉啦 這個是要出去蓋 喔 好 了解了 這個難道真的要在對手家裡面的黃金礦蓋礦嗎 沒有沒有 他是蓋自己家的 對自己家 還好 被工兵會發現喔 這樣的話意圖是會被發現 但是 可是狗速會先好的是十年這裡 所以要防守也容易 對啊 奈何不了他啊 他奈何不了他 因為你現在不可能爆兵去壓 對 機率是零啊 因為你爆兵壓的話你怎麼補工兵 你沒辦法補工兵 你沒辦法補工兵的話 你經濟就已經這麼虧的情況之下 那你到底要怎麼打回來 沒辦法 好我們看到Chuck在二礦門口是放了一個第一次 在十年的家裡呢 他放下了這個獨爆從巢 而且他的二礦是放在黃金礦 對 而且我覺得啦 Slam是知道自己黃金礦被看到 所以我們看到後面是持續爆狗 直接要打獨爆一波 不給你機會了這把 假裝我要營運 對 然後實際上給你一波 但這一次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是我在變身獨爆了 真的就是要一波啦 考驗Chuck的功力 但是Chuck這邊 哎呀你的這個萬里長城蓋得太晚了 對 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蓋好 啊但是 沒有機會吧 還是慢了一點 慢了慢了 哎呀溜進來了 但的話真的就沒機會 你說媽媽兩隻都要倒了 對 第一次還剛好拔起來 你看喔 這是多麼 多麼強烈的才名 是 只能打GG啦 今天 兩個對戰組合 都是以2比0做收 我們看到十年這邊漂亮的取得 而順利也讓Chuck在我們的超級聯賽 本季喔 應該算是首次吃下這個敗仗 對 而且是在我們的十年手裡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強 我們這個十年 好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看到這兩場喔 其實呢 都有是使出假開礦真爆兵的戰術 對對對 我覺得Slam今年 不是今年啦 十年 十年今年喔 不對 十年今天 今天真的打得非常非常聰明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 呃 假裝放 剛剛那場是假裝放黃金礦 然後直接爆兵一波 而且我覺得它第一場做得最好就是 假裝 前面的流程看起來完完全全就是 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5瓦斯的打法嘛 然後Chuck看到 哎呀 在後面 這我懂 對啊我也是重組啊 你後面一定是帶來要 這個深攻防啦 出蟑螂啦 開山礦啦 我們慢慢打 結果不是 完全被騙到了 直接爆狗把他給咬死了 對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第二回合 想不到Chuck是走一個裸霜 然後十年這裡呢 是走一個9滴的快攻 也真的是殺他錯口不及啊 對 真的是完全沒有料到 好所以在這裡 我們先恭喜十年 今天呢 是以2比0曲的勝利 另外Daisy也是以2比0取得勝利了 好在這裡我們要謝謝阿法老師 我們帶來精彩的講解 謝謝麗珍 謝謝那明天晚上一樣 是在偉來娛樂台 晚上8點會準時開始喔 在SF的部分 我們看到是邀躍太陽神 要對上橘子熊 在跑跑的部分 要進行的是B組的個人賽了 星海的部分 我們看到燕要對上CATS 又是自家勝利相殘喔 接下來是奇多 CATS要對上納豆 也是華裔Spider四家相殘 今天的選播就到這邊 搞一個段落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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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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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为你把热情热量 曾经有过幻想 也曾有过悲伤 跟做梦的人都一样 这一路有你陪着我鼓掌 再大的风雨都不怕 跟着我一起大汗看大黑 灿烂的笑容征服全世界 当梦想一带伤心就确定 真是要飞 跟着我鼓掌双手看大黑 摸出了那条美丽的抛物鞋 有你大声和猜 勇敢跟加倍 Woo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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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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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一切返去也不过时光 还能赢得向前 Let's go 建立些远回来 春夏春月马 点亮灯光 等待商场 全力已不达好美 一张 星星充满 Killa Killa 我要为你把热情点亮 曾经有过幻想 也曾经有过悲伤 但做梦的人都一样 这一路 有你陪着我鼓掌 再打个风雨都不怕 跟着我一起大喊 看哪里 灿烂的笑容征服全世界 当梦想一带伤心就确定 暂时飘飞 变成我高级双手感慰 我说的那条美丽的口线 用力大声喝彩 勇敢更加倍 三二一 一起勾别害羞 再拼个MVP别放手 看我逆着身 别错过 努力拼出青春的感动 跟着我一起大喊 看哪里 灿烂的笑容征服全世界 当梦想一带伤心就确定 战时高飞 战时高飞 跟着我高级双手感慰 放出了那条美丽的抛物线 有你大声喝彩 勇敢更加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